这个林彬老师在你的印象中 黑鸭子给乐坛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改变 乐坛带来的改变 我觉得是一种震撼 因为我们过去唱歌不太懂和声的 就觉得是个半唱 就自己唱好这些 90年代的 对 就感觉只要是自己 就solo就行了 但是现在一首歌 好的和声真的是让你这个歌要升几个台阶 就比如说刚才王老师唱的吧 平时我觉得您唱歌一般般 但是加上和声 和声以后 我觉得您 老林啊 你不能这么诋毁咱们俩的感情 你本来我这最近都有点起范了 觉得挺好的 郭琪 在你的印象中 林彬老师是什么样的呀 因为我认识林彬姐 可能要比林彬和李伟要早很多 就是我刚到空正的时候 我们俩前后 基本上下部队 基本上都一直在一起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她有原创歌曲 因为那时候我在空正 唱赌唱 然后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也能有原创歌曲 所以那个时候她的《拥抱明天》和《为我们今天喝彩》 那是家喻户晓 全国人民没有 不会唱的 不会唱的 大街小巷都在唱的 比赛 那我听报明天怎么唱来着 让我们的心相恋 把我们的爱奉献 在洒舱影子赛场上 相逢一笑到永远 让我们的心相恋 把我们的爱奉献 在奥林匹和旗帜下 拥抱明天 没有了 这样 然后再之后 这么多歌呢 再之后就是 1997香港回归的时候 林平杰也有好几首作品 就是那个时候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没有原创歌曲的歌手来说 是很羡慕的 并且她又能歌善舞的 就是每一次 对 跳舞 那就是 基本上我们的节目单 就是我们都在前面演 后面就是林平姐 郑丽老师 佟点心老师结束 佟点心也是你们 对 是我们原了 就是当年的那种演出 压轴了 对 就是 倒数三个节目 一定都是压轴的 所以林平姐那个时候 就在我们团里面 是属于这样 哎呀 好羡慕 就郭琪是真的是 一个很好独唱演员 我没有想到到后来去做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她刚来团 其实有两首歌 她是首唱的 就是现在 在军队很叫得响的作品 一首爆答 还有一首 让军琪告诉郭琪 这两首歌 都是郭琪的原唱 你看请你来夺队 非常棒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她将来不得了 因为独唱员 一般唱不了和声的 独唱对她来说 那就小儿科了 真的是 因为我那个时候 比较喜欢嘛 因为原来是学契乐的 对 然后到了团里以后 就唱歌了 当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就加入到黑鸭子了 黑鸭子是谁创的呀 是你们几个一块是吗 没有 最早是谷建芬老师 其实林平姐 好像是不是那年 中国风也去 92年 去香港 去香港 就是那个时候唱和音 从回来以后 就是开始慢慢有了 这个组合 对 你92年就当兵了 我是95 96年 对 95年考的 然后算96年的兵 其实当独唱演员 和当做组合都一样 都是为大家演唱 为大家表演 所以也没有 有很多老师都说 哎呀你可惜了 或者怎么样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 没有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样的 比如说需要写 写谱的时候 你们仨主要是谁 基本上是我 我 所以你看这就大姐 大姐大的那种感觉 写谱的经常是通宵 我觉得郭琪生活中 可能也是那种爱分享的人 你觉得呢 是 她生活啊 工作特别认真 她其实很大大烈烈的生活中 什么事都是她老公管的 给她 她真的是无私的支持的 要不然她 你看她们仨的 就哪有空写 对我知道的 所以和拉撒全是她管 就音乐上 生活上 然后她老公龙浩 也是我们战友 我就特别熟 因为有时候 其实跟龙浩 联系的比较多 更多一些 对 私底下 经常生活上 各方面 反正 龙浩是给她真的 所有的透明 又是特别的 很难得的好老公 比王老师还要好 比我还好 我告诉你 怎么好 你这好成啥样 你要聊天 房子 车 所有名全写过期的 天哪 对 然后赚钱就往家拿 我还问过 王生的名怎么花 有钱就一起花呗 但是我觉得 这个男人 这样子做 很让女人有一种 安全感 安全感 所以他就在外面 就是所有的工子 忙前忙后演出 所以他没有后苦之忧的 家里的装修 跟他老公自己装修的 对 窗帘 还省钱 买窗帘我都不管 对 郭琪你接得这么幸福 对 因为我这方面 就是我无所谓 就是反正什么颜色 对于我来说 只要行能用 就蛮好的 我没有那个过多的 就是一定要要求 粉色或者蓝色 或者一定的这样 然后因为我过多的是觉得 因为像王老师说的 黑鸭子它是一个品牌 我们一定要延续 一定要做得更好 所以我就觉得 我能够多做 因为我愿意多做 另外呢 我也没 我家里也不需要干 不需要干那么多事 所以我主要的重心 就在我们的这个组合身上 我也很欣慰 也很喜欢做 所以多做一点也很好 生活上的事情 我还经常请教他们 车牌呀 或者什么的 装修 然后老公看 我说郭琪呢 又二了 又到哪 哪演出了 在车牌方面 你还是问问李伟吧 他比较对车牌敏感 真好 反正就是说 他们真的是互补 我觉得特别好 生活很辛苦 还是丁克呢 怎么还不要个宝宝呀 我觉得还是事业比较重要 这个要了宝宝 宝贝一家不要 就没机会了知道吗 不要了 不要了 迎订阅